整个五月份呢 我从最北边到了山西 然后最南边到了广东这边 然后最东边呢 到了台湾 然后最西边到了成都重庆 那所以的话 这双鞋子就伴随了我几乎所有的场景 就把这双鞋子推荐给大家 就我手上的这双来自于 耐克的P6000 因为现在球鞋视频拍的比较少 所以每一双鞋一定是我深度体验过的 不含商业推广的内容 耐克一直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国际品牌 国际大牌 所以它在运动鞋的价格上来说 其实是比较相对偏高的 但其实这双鞋子包括P6000 可选的大多数配色的价格 都是落在人民币500元以内 那这双鞋子我的购入价格也是400多 居然跟性价比挂钩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对于消费者来说 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鞋子的购买难度非常低 几乎所有的耐克店 它只要是正品店 那一定有这双鞋子 圆祖辉的话 一直是我推荐给大家的 比较百搭的也比较安全的一个配色 鞋在这里有写一个 Bowerman Series 就是耐克的创始人之一 鲍尔曼 改良了田径跑鞋 就是那个皮鞋 就是很早的田径跑鞋 是皮面 然后底下戴铁钉 本身很重也不透气 然后呢 它呢 就从Onisuga Tiger那边灵感来源 所以创造了耐克历史上最火的一双鞋 也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双鞋 就是Cortice 就是那双阿甘鞋 就是为了让跑鞋能够更舒服一点 那所以呢 整个耐克今年出了很多 很叫好叫做的鞋款 这个系列我觉得就属于比较亲民 然后比较好穿的 比如说另一双还没来得及给大家拍的 另一双鞋子呢 其实它的鞋垫上 看也有写 Bowerman Series 我刚穿上这双鞋的时候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它的脚感很像 这双 它的脚感很像 低配版的New Balance 远祖灰 或者叫夏季版的New Balance远祖灰 因为它的整个鞋面呢 其实是用了 大概是2000几年的 那个叫什么Picasso是吧 那双跑鞋的这个网面 所以很多人说这双鞋子长得很有千禧风 尤其是那个 有液态银表面的那个鞋子 夏天New Balance 哎呀 我那会买了一个英产New Balance 买的时候觉得价格便宜挺高兴 买完就后悔了 因为它是全皮 所以就是 比较不适合广东这边的天气 中底其实没有太多的科技了 说实话 引入了我的一个思考 就是 碳板 泵 或者是发泡材料 P Bags 或者说是很先锋的科技 真的对于我们日常使用来说 是有那么大的必要吗 然后就是一个普通的EVA中底 但是就是因为它是普通EVA中底 所以它的缓震衰减会来得很慢 鞋头的话 这边有一个写一个 1972 是因为1972年呢 Bowerman 它开创性的创立了一个鞋底 叫华夫格底 就是耐克经常用到的设计语言 就是它的鞋底 这个像华夫饼干一样 一些踩在图上以后留下的那个痕迹 那个颗粒状 然后这个侧面呢 这一条一条呢 其实很像那个Nike的那个叫什么 Flyknit 就是飞线技术的编织技术的前身 其实呢 Flyknit也是 是Bowerman给耐克留下的非常宝贵的一个遗产和专利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会让整个鞋子的侧面的包裹感不会太松散 这个其实后面会聊这双鞋子的时候 如果有观众很关注这双鞋的话 我可以先说一下 就是这个鞋面穿起来 它整个鞋子的松动感和晃动感是比较强烈的 蛮多这种小颗粒的 这个如果在这个球鞋博主的讲评里面 可能会把这个球鞋 这个鞋子做工喷成渣 因为这个确实 因为确实这个做工的话 我觉得不能深究 而且现在很多鞋子越难生产之后呢 确实它作为一个消耗品 它有一些做工上的问题 如果你喜欢New Balance的话 那这双鞋子你应该也会喜欢 因为它们的风格是很接近的 就穿搭性上来说 也是可以走复古这个路线 那以上呢 就是我的五月份球鞋推荐